您好 欢迎收看2月1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花莲是全台湾最多部落文件站的现份 到现在已经有301位造福员 服务超过3000多位的部落长辈 因此县政府特别邀请了各文件站造福员 还有计划负责人来召开业务宣导 县长徐政为其免各站可以成为全国标杆 同时县政府也计划要自办评比 以丰厚的奖金来鼓励表现优异的文件站 花莲县政府112年部落文件站业务宣导 全县各个文件站造福员与计划负责人 齐聚在瑞穗乡这一家知名的五星级国际酒店 除了业务宣导也共同残序 慰绕造福员们的辛劳 县政府原名处业务承办员就业务执行优劣 进行简报说明并指出 花莲从最初仅设置20个部落文件站 到112年暴增到104站 112年底也还有6个部落提出申请 目前正核定复省中 这也让花莲成为了全台文件站数最多的线份 在地部落长者非常的卖力 也非常的努力 也跟上面圆明会这边 你看到112年 今年的时候我们的钱已经增长了 2亿7854 1万 这个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经费 你知道我们的成长数是5.2倍 这个从以前到现在 人数增加的也是一样非常的高 目前全县总共设置104个文件站 共有301位造福员 全县超过3000多位的部落长者 受到完善的照顾与陪伴 成绩斐然 县长许正威也高度肯定 亲自到场其免 鼓励大家一起努力 成为全国的标杆之外 县政府也计划将祭出 中赏自办评评奖励 除了业务宣导 县府原民处也办理摩采活动 慰绕也与辛劳的照福员们一起同乐 县长许正威也当场加码 2000元礼券 共50个名额 以及三台电视机大奖 全场照福员沸腾将大奖报回家 记者是欲蓝对岁采访报导